他们平凡 却从不渺小 他们不凡 只因从不言败 跌倒了 站起 失败了 重来 他们的人生 因跌宕而完美 我是星月 每晚九点二十 与您分享 他们的故事 有请主持人星月 今天要说的话题 是很多女人一辈子的事业 减肥 在庞大的减肥大群当中 往往有这样几类人 一类是嘴上嚷嚷着减肥 身体却很实际地持续膨胀 一类是永远在减肥 减了胖 胖了减 总反弹 还有一类呢 则是新闻上经常出现的 三个月瘦五十斤 六个月瘦一百斤之类的 励志哥 励志锦 同样是减肥是瘾 为啥差别会这么大呢 我想今天的两组主角的故事 就能给你答案 结婚前 她一百八十斤 她一百七十斤 婚后一年 她的体重 猛增到三百九十七斤 她的体重 狂飙到三百九十六斤 如今 她们是媒体中间报道的八百斤胖夫妻 因为肥胖 她们不能生子 拥有一个完整的家 成为她们 人生中 最大的奢望 八百斤到底是个什么概念 我很难想象 我很好奇 这对胖夫妻是怎么走到一起 作为一对八零后夫妻 想要生孩子的冤枉 会不会成为她们 全力减肥的严重力呢 平时我们很少出门 因为害怕看到别人异样的眼光 今天我们鼓起勇气 走上这个舞台 是希望每一个人 成为我们诺言的见证者 在减肥的路上 给予我们更多的力量 有请本期主角 两位好 欢迎你们 几位嘉宾老师好 欢迎 欢迎 大家好 我叫邓阳 我叫邓阳 那阳和邓阳应该是 到我们有请主角 现场来的嘉宾 最重量级的了 对 你们俩加起来有800斤了吧 30的时候我有396斤 397 你们俩这个体重是现在的吗 还是之前称的 三个月之前的 三个月之前的 那现在又重了呢 还是又轻了呢 现在 不 还不敢称呢 我俩还没有称过呢 不敢称 称一下去 你愿意吗 愿意称一称吗 试试吧 那我们就试一试 好 这样马丁你 你先试一下好吗 你多重 我 我140 你别隐瞒啊 你多重啊 我1米76 140斤 可以说是 魔鬼的身材 魔鬼的身材 对 魔鬼的身材 对 对 多少 88.45 176斤 177斤了 这个是基本靠谱 对 对 我们检测过了 是准的 不知道他们能不能 打得起我 没事 你可见看 没关系 那我们两个就试一试 来来 多少 169公斤 340 啊 有三百多万吗 我觉得没有 有有有 有就有啊 好 这个是刚刚的170 就是340斤了 340 她的脚受伤了 这个她没有两个脚持近 所以这个 对 大概175 你比她还重10斤呢 对吗 是 350左右 对对对 谢谢啊 谢谢两位 我太太脚受伤了 我看站得有什么吃力 让她坐下来我们讲 好不好 好呀 我们拿一份子 给她们坐一下 因为 在 之前 我出了一点交通事故 受伤了 腿就 没有伤了骨头万幸 刚刚我们看到 一个340 一个350 这个是 跟前面那个395 96相比 还是减下来的体重了 对吗 对对 我个人觉得 我不知道其他女生 有没有这种感觉 就是好像我们 常年累月 最关心的一个事儿 除了美就是减肥 对不对 就永远在说 我们要减肥减肥 但真的很难减 我们都是曾经瘦下来过 曾经都是瘦下来过的 多少斤 那个时候瘦的时候 一百七十斤 那小一半呢 剪掉了一百七 你看看照片 真的好瘦 对 这一张就是我 这也是跟石头差不多 对啊 就是剪掉了一个我 对 剪掉了一个你 对 那时候我是由 410斤开始剪的 哎呀 然后就剪到了 现在一百七十 那个时候 一百七十斤的时候 我觉得剪下来之后 应该就是 人生完全不一样了 对不对 对 刚剪下来的时候 那时候我心里边 真的说实在的 真的是特别的高筋 特别的高 哎你都去做什么了呢 大吃 不能大吃大喝了 大吃到没有 我记得 我刚剪瘦下来的时候 头一件事 我就去逛商场 这看见我喜欢的衣服 我就买 就穿什么都好看 哎自己觉得就是好 终于能够买衣服了 我第一次去逛商场的时候 我就自己就买了 十五六件衣服 可是我好奇的是 你们已经瘦下来了 你们又吃什么 怎么又回去了呢 对啊 你是不是手艺特别好啊 对别的人来说 可能不好 但是对他来说 就林月吃什么都觉得好吃 只要你做 你最哪有的菜 除了个肉 你去现场给我们做一个尝尝 可以 行吗 可以 这个呢 这个是我们提前买好的 一个做堆的肉 煮好了的 就是把它先煮好 口水都快出来了 还没炒呢 就已经开始 你知道我为什么反弹了吧 哈哈哈哈 高空还挺好 不一定要都要切完吧 够了 对 其实这回锅肉啊 用蒜苗最好了 只有蒜苗的是最接近传统的 啊 切丝就少了 够了 够了 其实回锅肉割不了太多油 嗯 它只需要放一点油 润一下锅 然后更多的是 把肉里边的油给煸出来 把肉里边的油给煸出来 加白糖 快点加辣 加白糖 加白糖 还有分歧 这个就是白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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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加错了 加成盐了 对对对对 够了好 是豆瓣吧 对 这个就是四川那种不腻豆瓣 刚才坐来看 学习一下 对 我这闻针味我都忍不住了 嗯 香啊 豆瓣棒了 你搞瓣 带来大大 酱鸡麻花的 酱鸡麻花的 酱鸡麻花 其实不是辣 它是螺子香 螺子香 闻着味儿了吗 香不香 有 有 有 拿这个 可以 可以可以 对吧 这是什么酱油啊 老抽啊 就其实最普通的那种酱油就可以了 你先撑 出锅 进水楼台先得月 我先尝一块 我先替你们尝一下 厨房里边就是必备的厨具 都基本上能送人就送人的 也就不用了 等他回家厨房已经没有了正常的使用功能了 爸爸妈妈也不让我们单独开火了 也是在严格的控制 对 觉得很科学我觉得 你看 现在你们基本上就远那个厨房 远这个美食了 对吧 其实也不是就觉得人生还是很爱好美食 可是有度了 不会像以前就是 他说的特好 我觉得人生这个度特别重要 对 就是我们会喜欢很多东西 但你掌握好这个度 你才会感觉到他的珍贵珍惜 是不是 像我们去吃 吃也可以啊 比如说今天吃了 你就好几天 都要吃清淡一点 明白 再多吃 我觉得你俩给很多人极大的鼓励 让别人相信 其实坚持是一定有成果的 而且坚持的成果 比自己当初想象的还要美好 对不对 对 可能现在就觉得好像瘦了以后 就是有三点非常重要 是生活给我最大的起敌 一个是对生活有希望 还有一个是我敢想着有宝宝的问题 以前不敢想 而第三点是 喜欢逛淘宝啦 买衣服啦 就是这 第三点是 是不是 就是对整个生活的这种期许 就是已经超出了我 甚至于我的家族 对于我们俩的所有的美好梦想 哎呀 真的就是坚持有多大 你未来的舞台就有多大 对 这个未来是一片光明的 你们当初是为了要孩子 开始减肥 但是现在你发现 就是美好的期许 不仅仅是只有孩子 还有更广阔的空间 对不对 下一步的目标是什么 终于下次再来这个时候 再来一个舞台的时候 是我们一家三口 哎 然后我们俩要收一瓶二杯 要比马丁老师要瘦 不到一年的时间 800斤的胖夫妻 就已经成功的甩掉了400多斤的肉 我们不难发现 减肥奇迹背后的真正秘诀 正是凌月邓阳心中的那份信念 那份迫切想要瘦下来 照顾父母原生子梦的坚定信念 而他们的故事 或许也将转换为其他胖友们努力减肥的动力 比如说下面这对610斤的胖母女 大家好 我叫王莉莉 大家好 我叫李红红 三个月以前 我一直是我们时最重量级的人物了 三个月以前 我娘家体重就唯一10斤了 你一家都是这样的是吗 我自己要老 翻过来 翻过去 老压到这 有时候压他都藏不上来 现在藏边睡 对 反正怎么解药位率只能造少 在中国当中健康的人 才是最重要的 三个月前 我们是610斤的胖母女 三个月后 我们成功承诺165斤 为了生宝宝 我一定会坚持下去 非你我会给你坚持到底 有请主角 大家好 我叫王莉莉 大家好 我叫李红红 你们俩是 对 我怎么看觉得 一个头发长 一个头发短 小姐妹 不是双胞胎姐妹吧 对 我最近都这么说 要搁到几天 我肯定得怼过去了 真啥呢 你是说她长得年轻呢 还是说我长得贤老呢 她是我妈 今年46岁 我今年23岁 好帅啊 是不是别人也说过对不对 是 主儿 你们俩看上去有点 像一对QQ 那也不行 我妈给我动 你们没看出来吗 没看出来 说实话 到这个分量上 我们真的很难区分 对 你妈妈比你重吗 我220斤 我妈225斤 比我重5斤的 哎呦 你还那么在意这5斤 重5斤 对 我觉得这么15斤 我们都看不出来是吧 对 她现在比我重5斤 三个月前 她比我整整重30斤呢 哦 是吗 好 好 三个月以前 我娘俩体重是610斤呢 610斤啊 对啊 一人305 不对 对 刚才说了13斤 那你就是320 你妈290 那你还是 610 610 也对了 真是这样啊 哇 三百多斤 我觉得都很难想象了 我从下了小学 我没有上过蹭 那一次年初 我二大奖就会开玩笑说 莉莉你肯定比你妈重 我说肯定不能 我比我妈瘦 我二大奖说 要不然你去做个事一下 然后我就打了个赌 我就上蹭了 刚上蹭的时候 放了一个200的托 没打起来 然后又放了一个50的托 还没打起来 哎呦我心想她蹭是不是坏了 不是你们家是用的什么称 一般称也就300斤 对啊 我们牙子那种 梁松那种大豹 能打一千斤的那种 最后称完了是你去320 我就320 我妈的290 390 嗯 然后现在就已经瘦了 一人瘦了多少斤 告诉你们别算了 我明年已经瘦了 165斤了 那瘦出一个人来 对 就是我跟你们说吧 你们可能不相信 今天我爸我们在一个月前 穿的衣服带来了 哦 那我们要看看 您看看 哇 这个衣服 你看 天哪 就是他们身上穿的 你看 对对对 那这样我们在现场啊 找这个观众来试试看 三个月前这个服装 到底大到什么程度好不好 行 可以 来 我们 我们这边有起来 漂亮的姑娘 姑娘也就一百来斤 来姑娘上去 哎呦 哎呦 乔巴马丁给你 这个地方 我 本来就是配女儿捡的嘛 捡到健康为止就行 这对610斤的胖母女 是山东省邹城市 一山镇西深村 最重量级的人物啦 只要她们俩一起出门啊 那回头率绝对是200% 而且总能听到背后传来的声音 哎呦我的天呐 这姐妹俩可忒胖了 但是最让母女俩尴尬的 还不是这些非议 而是因为这身肉引起的糗事 有一回啊 莉莉妈妈啊 领着莉莉上朋友家串门 这大家伙都坐在沙发上聊天嘛 准备走的时候 她一起身 在场所有人都哄堂大笑 这一脸蒙圈的莉莉回头一看 才发现啊 自己刚才坐那沙发 正夹着自己的屁股一起起来了 大家都笑话她 哎呀莉莉 你这你串门就串门呗 咋把人家沙发顺带给带走呢 这可把莉莉尴尬的呀 打那儿之后 再出去串门 只找街市的大摆凳做了 不过这些糗事啊 对于莉莉来说 并不是什么烦恼 当个笑话 笑笑就过去了 她甚至对自己三百二十斤的身材 没有任何不满 可是莉莉妈妈却愁坏了 愁什么呢 愁她们家姑娘 知道胖成这样了 还怎么嫁出去啊 在农村啊 小姑娘们 一般到了十八九岁 就有人上门 说没了 虽然莉莉那个时候 正在外面打工 但是每回妈妈 关切地问她 闺女啊 闺女啊 谈没谈对象啊 她都特别乖地跟妈妈说 妈 放心吧 我和她们都是哥们 不和她们交男女朋友 遇到这不开窍的闺女 妈妈也只能干着急啊 直到三年前 胖姑娘莉莉 居然往家里领回来一位 英俊老实地帅小伙儿 这回倒是让妈妈放心了啊 因为这位女婿 不仅不嫌莉莉胖 反而觉得 胖乎乎的还挺可爱 她也不嫌弃莉莉吃得多 说能吃是福 她甚至啊 还包揽了家中所有的家务 可以说算是绝世好男人了 但是女儿婚后没多久 妈妈又开始愁眉不展了 这女儿都嫁出去了 还愁啥呀 原来她们家胖姑娘莉莉啊 在幸福生活的滋润下 体型又比之前大了一号 这回遇到的事儿 可就不只是尴尬了 而是有些难堪 农村的邻居们啊 一见到莉莉妈就问 我说啊 你们家闺女怀孕了吧 几个月了 啥说声啊 这莉莉妈 每次都挺不好意思的说 啊 还没要呢 没要呢 不着急 不少好事的人啊 还在私下嚼舌根 她们家姑娘太胖了 要不了孩子的 这莉莉妈心里清楚 如果莉莉真的因为太胖 要不了孩子 在村里头啊 是抬不起头的 所以她为了让女儿瘦点 这每顿饭都特意做的特别素 这莉莉想吃什么 偏偏不做什么 这莉莉也挺配合啊 回家一看这饭菜 直接就说了 哼 你不不给我做好吃的吗 那我回家自己做呗 我想吃啥我就买啥 这没人能管得住我 我估计一听这话 电视之前是不是有不少当父母的 都会觉得 哎呀 莉莉这孩子 心可够大的 但其实啊 莉莉不是不想生孩子 她也经常幻想着自己一家三口 牵手逛街的画面 她之所以不把减肥当回事 是因为她觉得 那你看 我妈呢比我还胖呢 她都能生下我弟弟 那我肯定也能行啊 可是 真的是这样吗 无计可施的妈妈 最后只能拉着莉莉 上医院去检查 结果还真的和那些好事的邻居们说的一样 因为太胖 生不了孩子 这个诊断结果 给了莉莉当头一棒 回家之后 莉莉整整一个星期 谁都没打理 无论是老公怎么哄她劝她 老公说 没事莉莉 咱们顺其自然就好 但是她都听不进去 这次打击 却让她想明白了一件事 那就是 我要减肥 莉莉向家人表明了决心 我一定要瘦下来 这样 才能给老公生一个宝宝 让爸妈抱上大孙子 为了支持女儿的减肥大计 妈妈也下定决心 陪女儿一块儿减肥 如今 这对胖母女带着这份信念 已经成功地减掉了165斤了 但是距离变成140斤的目标 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她们会一直坚持剪下去吗 咱们接着往下看 莉莉你减肥期间你一顿饭吃多少 也就是两个小包子或者是半个包米 五个大包子变成了两个小包子 对 那你不难受吗 当开始的时候就有点饿 但是后来也不饿了 因为每年看见自己一直在吊胜 饿也是值得的了 我跟你说啊 因为我们这节目在北京录嘛 对吧 北京最好吃的是什么呀 烤鸭 哈哈哈哈 太诱惑了 咱们节目要吃啊 不行 咬一口鱼 不行 烤鸭 只是北京的美食之一 北京有很多好吃的 还有炉煮也不错是吧 不得了 特别香你知道吗 你们不要说了 我能忍得住 我是一个能忍得住的人 真的吗 那一次我老公给我弟去厂店 看我给我妈妈 他们要走了就熟悉了一趟 他们都在吃 我自己啥也没吃 就喝了半瓶的 就冰了快点水嘛 我回来第二天一成 我还掉了一斤多 我说 那个时候我幸亏能忍住 要忍不住我就得掌声 我这成肉 我就想尽快地掉下去 然后早点回家要孩子 就不到100次 绝对就不贪嘴是吧 对 到了以后再吃烤鸭 对 喂 放你的胖啊 吧 那个时候带着宝宝一块吃烤鸭 是不是 我知道你冲运了 妈妈我得问一下 莉莉在减肥期间 有没有偷偷地吃过什么 绝对没有 我一直看着她呢 上互监督uman 您呢 我贾没有啊 我做妈妈的 我可以做个榜样 说我冲运了 你平时最爱吃的是什么 零食最爱吃什么 方便面 你还说我坏 你这更坏 对 还有腊肠 还有薯片啥的 这都是长胖的 这都是油脂类 马上我们就上方便面 上薯片 你也能撑得住是吗 肯定不能吃 挺有毅力 因为我想 坐下来赶紧邀个孩子 圆我一个做母亲的梦 人一旦有了信念 就一路向西向西向西 减肥减肥减肥 对 是不是你老公给你灌输 不是 但是你有了老公以后 对你的影响是很大的 他一个是什么样的人呢 他老是能干 不爱说话 长年还算不错吧 还算不错 还算不错 他有多重 120 我知道你老公今儿来了 对不对 来了 就在观众其中 来你俩这火眼金金的看一看 对 先别站起来 让我们看一看 找一找 你说点指标吧 让我们猜一猜 刚刚说120级 120级身高 1米7左右 1米7左右 120级 我来重复一下 身高1米7 体重120 性别难 来 我觉得是带姿的那个 是不是你 我觉得不会是 但是挺瘦嘛 你看120 你看哪个给我有伏肌像 有伏肌像的啊 我当时觉得有点像他 那个 我觉得是那个 他那个黑黑黑黑黑鸡了 是你吗 对 是你吗 来来来来 我给你讲他真的挺有伏肌像 笑起来有酒窝感觉 来跟大家认识一下 大家好 我是丽丽的老公 叫张磊 今年28岁 张磊 欢迎你啊 欢迎你 好 先公交 哎呀 真帅 丽丽那时候多重 也比有 289 289 这都是批的 批的 好 电视机前的各位亲爱的观众 以及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我要出一个谜题 请就台上这三位 打一种食品 是什么 汉堡包 太棒了 面包一点厚 肉一点小汉堡包 大家觉得像汉堡吗 那现在张磊是120斤 当时结婚的时候 他体重最高峰 三个月前是 300 320斤 你俩中间差 多少斤啊 三个月以前 我俩擦了200斤 现在擦100斤 减肥之前 连汉堡都不是 是啥呢 包子 人家能整个包进去 手表张磊的是吧 张磊 你当时 这个跟丽丽 接触的时候 有没有觉得 这个体重啊 什么是个障碍呢 没有 看得下 就是100来斤吧 100来斤 这情人眼里 除西施吧 在你那个 看他的第一眼的时候 有一些男生 叫做一眼睛生死 看上眼就看上眼了 你当时一眼 看上他什么了 就看他胖乎乎的 挺可爱的 挺喜欢的 我也都是最美 每一个微笑都让我沉醉 你就是看上他的柔软了 我来保护他嘛 可是丽丽 你看他 你会不会觉得 他有点太瘦弱了 跟你比 有点 你当时心里怎么想 我当时就觉得 早点还可以 你主要就是看颜值了 对 他从一回领回家去 妈妈看见了 丈母娘看见这女婿了 什么感觉 什么感觉 就感觉特别瘦小 干干巴巴的 我没理解说 你女婿挺好的呀 我说这次太小了 小 啥子带着你们娘俩 这件都嫌大呀 你一家都是这样的是吗 不是的 我老婆和我儿子都瘦 我们娘俩爱吃肉 他爷俩吧 喝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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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日子过的 大家看一下 大哥不是我说 你真显得挺苍老的 对 你在这家确实过得不容易呀 哈哈哈 你把心算累呀 就是你们这家人 五口人现在是 对吧 对呀 就是两个杨贵妃 加三个营养不良 哈哈 哈哈 哎 张蕾我得问问 现在你跟媳妇是分居两地了 她在减肥嘛 对不对 对呀 我已经分居两个月了嘛 嗯 我在床腿减肥过嘛 她就在家帮着我爸种地 张蕾你想她吗 想她吗 想莉莉吗 想啊 每天都通视频嘛 我们每天都开视频啦 打电话啦 发信息啦 那你跟她说的 呃 最美好的一句情话是什么呀 没有什么好情话 挺棒的 是吧 哈哈哈 加油 她不会说那种甜蜜语 我能想像你们俩通视频说 你老公心里最想说的那句话 肯定是说 亲爱的 加油 等你瘦下来 就回来跟我生猴子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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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看到人家不说话 但是那手在干嘛呢 一直欠你 一上来 哎呦 这抓的这叫一个紧 两个多月没见了 今天见到莉莉 你这什么感觉呀 她瘦了一百斤呢 她瘦了一百斤呢 很可爱 很喜欢 很漂亮 头一毛划我的 哈哈哈 你俩出门估计回头率特高吧 你俩 是 每次出门都 好多人笑过她 她看她 她瞪眼看她 我反过她瞪眼看她 看什么看 没见过美女嘛 哈哈哈 哈哈哈 哎呀 真好 这个妈妈最近你很满意吗 感觉她挺好的呀 虽然不大爱说话 她特别挺勤快的老师 她去我家的时候吧 家务活 有啥活他都干 地里活也干 家里的活也干 我听说 现在还不是她体重最轻的时候 对呀 去年的时候 我们去在外边打工嘛 嗯 我特别胖子 就干不了 就只有她一个人干嘛 她为了多挣一点钱 那就早上五点多钟去干活 干了晚上九点多钟再回来 那一年是从120斤 瘦了 瘦到了九十斤 九十斤啊 哎呦 这是累瘦的 真是太辛苦了 那在外面 其实张磊很辛苦 到家里是不是 莉莉你得打把手照顾照顾她了 不是 我有的时候也想了 要照顾她 但是到那时候我就不想动了 我说给我拿杯水 给我拿个水果 她就叮咚叮咚就过来了 有时候我也看不过去了 你别管她 别灌着她 让她自己拿自己动 她在家住这样 都是我厉害的 现在又是张磊厉厉害的 多幸福啊 你理解她吗 你觉得 理解 但是手弄不起来 哈哈哈哈 特别有 不理解 这老师先生有个痛苦吗 觉得 不痛苦 其实挺关心我 有在这边 我瘦了九十多斤吧 她最爱吃的排骨 都让给我吃 都让我多吃点 她看着我心得我 她就是 减肥之前 减肥之前 能够从她嘴里省下排骨给你吃 哈哈哈 多难呀 我最爱的排骨 对 如果对于一个正常的瘦子来说 跟别人分享点好吃的 没啥 但对于一个适肉如命的胖子来说 你知道吧 就虎口拔牙 对 能从嘴里省点神给别人 那是真爱 哎呀 他们俩就一看吧 就是大家会看到很多夫妻呀 说这俩人在旁人看起来 好像不般配 差别太大了 但是他们往往两个人过得特别好 重要的原因就是互补 大家觉得好像这老公受欺负 老公觉得我挺舒服啊 太幸福 对啊 我就愿意被欺负 你们俩真的挺相爱的 为什么 回到刚开始的话题 胖子减肥 那简直是一辈子的事业 很少有人咬牙剁脚 能要剪这么多鸡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因为我没想要有孩子嘛 这不光是我自己的愿望 也是我老公的愿望 我爸妈的愿望 全家人的愿望嘛 张磊我得问问 就除了这个女方的这个家庭 你们自己的家 对 你爸妈是怎么看这媳妇的 是 我爸妈没给她太多压力 因为她自己的压力已经够大了 没有给她太多压力 顺其自然是吧 顺其自然 她已经自己压力很大了 刚刚莉莉也说了 你说的意思就是 能要上咱就要 要不上也不着急 但张磊 我觉得作为一个男性 她可能 心里或多或少 都还是有这样一个愿望的 对不对 我自己也喜欢小孩 看着别人有小孩 也希望有自己的小孩 现在她三个月 减了一百斤 但是她还要接着减 目标是一百四 我相信她一定会成功的 在这对六百一十斤胖母女疯狂减肥的七个月之后 她们真正受到了曾经那个看似羊不可及的一百四十斤 其实人生很多时刻和减肥一样 我们都会轻易地制定各种各样的目标 比方说我要一个月读完十本书 我今年一定要学会一项技能 但是很多很多时候再回过头来看 曾经定下的那些目标 真正实现的却寥寥无几 其实不是我们做不到 而是缺少了那个支撑我们实现目标的信念 以及努力向前的动力 当我们的人生有了信念有所追求 很多看似遥不可及的目标 一样可以达到 感谢收看今天的有请主角 打破传统 她独创花式飞途 刷新记录 十五秒推出八把斧头 她是中国飞途第一人 徐巨桥 她闭光处练内功绝学 潜心修炼 奇门暗器 终于 让对象独门绝技 再现江湖 她就是李生旺 留着 在这里 制作人 喝 它 就 联系